宅宅是比較柔情東 然後陳柏林是比較大氣東 壁東真的對妳來說是 真的會有那種怦然心動的感覺 還是兩個人的近距離 大特寫在妳面前的時候 這個東呢很有趣 就有一種要征服對方 或者是要對方專心看著妳的那種意圖存在 所以被宅宅的那個東其實還蠻快就結束 因為我溜走了 但是他其實在床上也有動一下 因為要接電話 可是對我來說 當這個人跟妳很熟悉的時候 這個東是會給妳很大的安全感的 就好像安全網站照住一樣 可是萬一是那種初次 或者是沒有揉手的人 像柏林那個角色在戲中給我的壁東的話 那真的是 就是有隻動物會一直撞撞撞 小鹿會亂撞 小鹿會亂撞 我說小鹿 是 我這真的是偶像撞掰的情節 如果現實生活中我們被動 應該就會痛阿扛而已 一樣這麼近嗎 太近 但是因為宅宅在裡面也是攝影師 然後也有哭戲 窗戲 打戲 等等 其實對妳來說算是 但是當然妳也拍過更多的比如說戰爭戲爆破什麼 那這個對妳來說是都可以 很快進入狀況 也很快能夠掌握 其實後來發現越簡單的東西就越難 因為有時候心裡覺得它簡單反而會沒有做太多的準備去 去為事前去準備好 所以我現在在拍不管是簡單的情感的戲 或者是可能像這部片有稍微的一些打戲的話 也都是來自於我之前有 比如說像武戲的話 那之前有特別去訓練 不是因為這部戲是之前參與過需要訓練的那些打戲 之後的一些基礎 然後去做 那其實也是方便現場拍片的速度 不然 我們都不是專業的 這種武達的演員 或是武達的團隊 所以有時候在想怎麼樣武達的東西 拍起來可以漂亮又真實的話 反而會想破頭